我曾经对圣经里面其中一个解作worship的希腊文 Proscuneo来做过一些研究 Proscuneo 如果你translatory 变成英文 你可能会读Proscuneo Proscuneo这个希腊文在圣经里面被翻译作是敬拜的 你看看希腊文里面Proscuneo其实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Pros 意思是Pros 解图 就是由一个方向去另一个方向 你可以解释为由一个人去另一个人的意思 而第二个字叫Proscuneo 解图Kids 就是敏 Proscuneo加在一起的解释就是去敏对方 你在圣经文化里面你会留意到 圣经文化里面当两个人在一起 一个人地位低 一个人地位高 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况 就是一个地位低的人 是会去到一个地位高的一面前 虎伏在地 页头碰着地下 来亲吻对方的脚 这个就是Proscuneo的意思 敬拜 worship 所以你会看到在敬拜这个层面 当Proscuneo这个字出现的时候 就是说地位比神低的人 去到地位很高的神面前 虎伏敬拜 而这个行动起码带出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就是尊重 第二就是信服 所以我们基督徒去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需要献上我们对神的尊重和信服的心 我们下期见